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新亚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要怎么做 还有动物性鲜奶油 然后还有黑黑的这是什么 这是香草籽 就是里面已经有含了香草酒跟香草籽在里面 然后我把它煮到大概80度 那这边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奶油乳酪 还有奶油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玉米粉 还有蜂蜜 那再来是蛋黄的部分 那蛋白霜等一下我们放在这边 等一下再来打蛋白霜 先把这个部分把它倒进来 如果你们的果汁机 它不能够耐高温的话 你可能要要注意一下 好我们先把这个80度的液体先倒进来 那再来再把这个部分把它整个倒进来 好那我们先 把它盖子盖上来 好打开开关哦 先从低速的打起 我们可以把它的速度再加快 就把它打均匀 因为这个已经是80度 它就会很快跟这些打均匀 刚刚那些是冷的 就把它打均匀 就变成了大概40几度左右 好打均匀了之后呢 它里面现在很浓稠了 好 再来呢 我们把那个蛋黄的部分也放进来 可是你放进来以前 你要先确认好哦 这个部分是不是它很烫 如果它很烫的话 那绝对不可以蛋黄进来 会变成蛋花汤了 所以你要先确认好 因为我现在摸起来这个温度 它是大概40几度是还好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蛋黄的部分加进来 蛋黄的部分加进来 它主要是为了要乳化 乳化这个蛋黄 刚刚蜂蜜的部分 我已经先加在液体里面了 刚刚没有提到 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我们再开一下 这个已经是打均匀了 这个乳酪糊的状态我们来看 现在是很浓稠哦 是这样子的状态哦 然后微温的 好 再来还要加什么呢 就是把刚刚我们的 嗯 玉米粉 这已经是过筛过的 把它全部加进来 好 用低速打 好了 这样我们乳酪糊的部分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用调理机做很方便很快速 那等一下我们就只擦把蛋白霜的部分打起来 等一下我跟大家讲说 蛋白霜的部分 我们要打到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然后两个要怎么混合 再跟大家讲 那现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嗯 我们要把它过筛 乳酪糊的部分要过筛哦 嗯 因为轻乳酪它的口感是很细致的 所以你这边要注意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做 一定要至少要过筛一次 那我们乳酪糊等一下把它过筛完以后 嗯 就要跟大家介绍蛋白霜要打到什么样的程度 嗯 这个是蛋白霜 蛋白霜要打到怎么样的状态呢 来我们靠近一点看 大概是打到这样子 你看哦 你这样动它 它会有弹性 但是不会掉下来 你看它会垂 大概一只手指的长度 这个叫做六分发 我们就是大概要打到这样的状态 你看你这样动它也不太会掉下来 这样子 你看你打好的蛋白霜 它打得漂亮的话 它是很光亮很滑顺的 所以蛋白霜要打的时候 一定要很特别注意 就是一开始是高速 再来中速 等到最末端 打快完成的时候 再把它改成低速 低速为的是要把这些泡泡 小泡泡全部打掉 那你的蛋白霜就打得很成功 然后就这么的光亮 跟光滑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做混合 哈喽 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来装 装清乳酪蛋糕的不沾模 不沾模你看哦 底下一定要铺一张 不管你是铺烘焙纸 或者是不沾布都可以 像我就是把它剪成不沾布 然后把它放在底部 然后这边边啊 我们用这个奶油 你把它抹 边边把它涂一层奶油 就是边边都均匀的上一层奶油 那之后我们等一下就要把 混合好的蛋白霜跟蛋黄糊 把它倒进来 记得边边都要抹到哦 哈喽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打好的蛋白霜 蛋白霜 你看它是这样垂大概三寸左右 而且这样轻轻晃动 它不会滴下去 那再来这一锅 是我们刚刚用调理机打好的蛋黄糊 你看这么细致 好 那我们要把它做混合 我们就先把一半加进来 你看一半这样子加进来 然后再先把它翻拌一下 从底下你看边边刮一下翻上来 刮一下翻上来 用这样的方式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蛋白霜在里面 它并不会结块 那是因为你打到六分发 就是那种垂三寸的湿性发泡 那如果你打超过了 它就会变成一块一块的蛋白霜 在里面不好搅散 所以你看你即使搅好的 那个蛋黄糊啊 你这样子搅都没有关系 它都不会消泡 就尽量从底部这样翻拌上来 你看刮一圈翻拌上来 不要让它底部有沉淀的机会 所以你蛋白霜打得好不好 决定你成品的口感 好了 我们最后做一次检查 把底部这样翻上来 看它有没有 有没有均匀 然后再也我们就要把它倒过去 你會否也不能决定 你可否会让我这边 有点好 有点滑 你记得 有点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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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它震几下 把它大泡泡震出来 再来我们就要把它放到里面去了 这边是我们刚刚做预热的 因为清乳二蛋糕它会用到水浴法 所以一开始我们先把大概一公分高的水放进去 一起做预热 预热我就转190-150 上火190下火150 这样子去做预热 那再来我们要已经预热好了 我们再来就把这个放进来 要小心喔这个很烫 所以你们的磨最好不要用那种分离磨 分离磨的话它水就会很容易进去 好就这样放了 我们就把它推进去 嗯 这边的温度就是190-150 然后我们烤12分钟以后再把它降温 降温成120-130-140左右的时间 然后以这三个的量大概要烤80分 大概70分钟或80分钟 嗯 这个是已经刚出乳烤好的 我们就等它旁边齁 有点离磨 你看它旁边你这样轻轻拍 它现在摸起来是很温热的 有一点点离磨 其实这样就可以脱模了 你看边边都有这样 你看像它这样子边边都已经有离磨 你就可以很轻易等下就可以把它倒扣出来 那如果我们要烙铁的话 嗯 你 因为我这个烙铁不是吃电的 所以我们直接用直火 直火这样子直接烤 大概烤一分钟 你就心里一直数数大概一分钟 嗯 我通常会趁它还有点温热的时候 然后把它烙在表面上 还有啊 青乳肉烤出来的时候 你表面如果没有把它烤到干燥 其实你摸起来会黏黏的 而且它会皺 那表示说你烤的 嗯 你可能烤温还要再延长一点 你看这样烤起来它就不会皺 好大概差不多一分钟了 嗯 我们就把它这样 直接这样 然后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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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它的温度会越来越降 所以 如果发现它颜色越来越轻 你还要再加重的话 你还可以再去烤一下 但是如果你烤出来的轻乳酪 它表面黏黏的 然后或是会皱 那表示说你下次烤温还要再烤延长一点 如果那时候会皱 你再硬下去的话 它就会黏在你的烙铁上面 你看烙铁都还是很干净的 这样子才是对的 那烙完了之后 您看一下 我们这边要把它做脱模 倒扣出来 首先你要准备两个盘子 这样子 直接这样子把它倒扣 倒扣下来 还不行 还不行的话那你轻轻拍一下 这样子它就会比较离磨一点 好了这样就下来了 啊这个这一层是我们铺的烘焙纸嘛 你要记得把它撕掉 来啊再下来 我们另外一个盘子就把它回正 这个部分就是这样子在倒扣 那这个也是一样哦 也是一样的动作 要记得把它轻拍一下 让它离磨 轻拍一下 好 这个我们先把它移到旁边去 我们再把它拿一张 好 然后直接这样把它扣过来 它就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一张纸把它撕掉 再把它撕掉 再把它 轻轻过来 轻轻过来 好了这就是我们做好用调理机做好的 轻乳酪酪蜂蜂蜜蛋糕 谢谢 谢谢